超级厉害 我们现在就访问到 韩国文化研究者 陈庆德 陈老师 陈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防弹少年团 为什么能打入全世界啊 水晶主播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然后刚才 然后刚才水晶主播 问到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BTS现在会这么红 有没有 其实这个议题非常非常大 大概我前 在全球星期所谓的 BTS的现象有没有 然后基本上在市面上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 在介绍他们在韩国啊 或者在全 应该算全球 把说是一个蛮独特 当然我就觉得 非常真面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要说 要说起为什么BTS 能打入国际市场 为什么收到这么多人欢迎 我分为三点来说 第一个我们知道 在韩国的演艺圈 大部分有所谓的潜规则 可是在BTS出道的时候 基本上它跟所谓的月米的关系 并不是说善跟下 或者我们说 韩国甲班跟乙班的 BTS刚出道的时候 常会透过所谓的新媒体 比如说脸书 推特或者是Instagram 跟所谓的影迷做交流 我可能为影迷说 我今天表演好不好 跟乐迷说 我今天唱的歌 没需要改进的 这会让一些乐迷觉得 偶像不再像过完以前 离他们这么这么远 所以这是我觉得 他们刚出道的一个 也许不能说是策略吧 因为我知道 据我所知他们并不是说 全部都出生在首尔时区的 他们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在 比如说小城市 不要说像西亚小城市的地方 当然是个性比较算是天真 或者是单纯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他们利用这个方式来接近 那个所谓的月米嘛 然后第二个啊 我觉得能够吸引所谓的年轻人 比如说他们苗窝 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肯老嘴有没有 他就提醒南韩社会有这种现况 或者他比如说他之前有参观 他是21世纪少女嘛 里面有提倡所谓的男女性别 性别平等的问题 而且是不是有一些社会议题 比如说南韩的这种 上次我们提到的 金汤匙土汤匙这个 他直接把它点出来 有点反风的味道在里面 点出了南韩人这种的心声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个K-POP大部分里面都描述 比较比如说风花雪月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悲伤的 可是在基本上 我看BTS所唱的歌 大部分都是充满非常非常多正面的 所以我还可以举个例子 好像也是前阵子嘛 他们有个单曲 然后就是透过手语 叫大家来跳舞 我觉得这也是照顾到所谓 有些人搞不好 有些就是耳朵 可能失聪的一些人士 可以借由他们跳舞的方式 或者所有的方式 来接近音乐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第三个 我也觉得BTS 让我觉得蛮钦佩一点的是 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乐团 或者是一些歌手 通常有名之后 大部分都会走偏 什么叫走偏啊 可能就是他不会在求所有的进步 或者是怎么说 就是开始以盈利赚钱为主 可是我们从BTS的角度来看 他比如说刚才水晶主播提到 他们第三次到联合国去演讲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帮韩国 韩国这个国家真的非常多的面子 或者说推广自己的国家的品牌 我觉得也蛮好的 同时啊 这也可以我们也要慢慢的关切到 比如说刚才那个水晶主播提到 他跟库网 那个Corpplay合作一个新的单群 有没有 里面还有 比如说他们来推广自己的韩文 韩文就是韩语这种东西 就是英文跟韩文这样子混杂 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算是为什么迄今到韩 韩流能够流行全世界 我觉得蛮重要的主要 就是韩国 韩国南韩蛮注重所谓人才的培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BTS好像出道这几年赚的 不要说赚的 他们所得到的一些 比如说版税啊 或者是一些 好像超过台湾的一年 整整一年的七个 这七个帅气的小男生 他们赚的钱整整超过 就是台湾一年的 所谓的全部的税收 所以我觉得 BTS的现象 当然不只是音乐 也值得我们 比如说台湾政府 或者是我们一些 台湾的朋友可以关注 其实人才的培育 或者对影视圈歌手的培养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经济公司 基本上他们当时IPO的时候 定价是13.5万韩元 大概是3385新台币 然后当时是已经高过于大力光 目前的当时大力光的市价 而且开盘真的是蛮厉害的 等于是最后等于比大力光 历史最高价6075元 再高四成 真的是一只金鸡母 甚至韩国政府因为觉得说 BTS实在是韩国文化推广 全世界的一个文化财 所以等于是说 好像有刻意要让他们修法 放坏他们 让他们等于入伍的年限 有延长对不对 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那个新闻 我们到前阵子不是有东京奥运吗 然后韩国饭球队不是打输日本吗 可是我们知道 韩国饭球队在上一届 好像是第一名就打输日本 然后韩国的那个 那个网友就非常生气 我说啊 因为在根据韩国的法令 如果运动选手在外面得牌的话 基本上可以免除所谓的兵役问题 然后在他们这次打输之后 很多网友就批判 把这些运动选手的 都全部把他送去当兵 然后他们反而提出啊 为什么这么红的BTS 南韩政府却没有考虑 要不要免除他们的所谓的兵役 这个期限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南韩兵役不像台湾 台湾目前好像是四个月 我记得不到一年 可是韩国的话 他的资料是大概24个月左右 也快将近两年 两年虽然有点缩减啦 可是也要一年八个月 一年十个月左右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 期待BTS能够免除 或者缩短他们的疫情 因为他们的疫情 是因为如果BTS没有去当兵的话 那个继续推广 就是我的韩国文化嘛 对 韩流东 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文化财啦 我觉得 对 然后第二个其实在 韩国之光报 其实讲个意思一下韩国好了 其实韩国的军事其实 军队里面其实蛮多黑暗面的 比如说我查到里面的 比如说青森的人数可能有100 平均一年大概100多个 没有 这种东西如果 他们当然很多阿米 就觉得BTS进去会被一些 欺负啊之类有的没有 他们当然会担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继续再担心很少 所以真的是南韩还特地听说要修法 就是南韩政府想要特地修法 就因为BTS在全世界 已经是疯狂了 世界蛋了 所以呢 就它创下太多太多的记录 刚刚我CG有讲 创下太多Billboard啊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记录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们是 有些南韩的演艺人员 他们其实是红了以后 可能吸毒啊 或者是没有在进步啊 可是或者是有些男团 我相信就是庆德兄 应该知道就是说 很多韩国男团红了以后 就不是演戏或者是就是演戏 就可能就是脾气大了一点 或者是说就是做了一些 博物费的事情啊 吸毒啊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在新闻上面看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土汤池出生的 这个BTS世界蛋 他们真的是往他们的金汤池 用自己的力量往金汤池在走 我们今天也谢谢曾经德老师 其实就帮我们分析 BTS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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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